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尔曼还没有到达中国 正是谢尔曼到达中国的前一天 当时我们对这个会谈也说了就很多 说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 然后之前双方也是有很多的博弈 那谢尔曼他是常务副国务卿嘛 就是美国国务卿二号人物 他是拜登就任以来出访中国的最高级的官员 而拜登本人作为国家元首 其实他已经见过了几乎所有世界上其他重要的大国的国家元首 但唯独和中国的国家元首还没有会面 所以谢尔曼这次会面呢 一个是就是美中关系处于低谷期间 一个这样相对高阶的官员 他们会谈会有怎样 就是和中国的也是相对高阶的官员这样会谈 他们会有怎样的这种表达 怎样的互动 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会不会为这个元首会谈铺路 这两者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内容 这次会谈结束了 那答案呢 也已经出来了 就是不能说会出了 就已经是出来了 但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呢 就是首先这次会谈中国方面是非常非常强硬的 就是我之前说就是说就是从我们从这个程序上来说吧 之前我们说就是一直这个访问 谢尔曼的这个访问迟迟都没有宣布 一会儿说会去 一会儿又说不会去 然后到底见哪个官员什么的 都迟迟没有没有正式的宣布 究竟是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呢 就是美国的他们美国方面想见的就是就是相对来说 就是级别是一样 但是主管主管的内容可能更高阶一些的 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官员 但中国呢 坚决的能派的是要要求的是这个对等 所以当时美国还算搞了点小动作嘛 在这个宣布这次会谈的时候 还说这个谢尔曼要和王毅会谈 那王毅呢 是中国外交部长兼国务委员 他只是出于礼节性的会和谢尔曼会面谈话 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的 那真正的会谈 关起门来 大家谈具体问题的 这个人呢 是中国的外交部的副部长主管美国这一片主管北美的谢峰 但美国呢 他们不仅在宣布的时候搞了这个小动作 只说谢尔曼要和王毅会谈 他们呢 在这个国务院就是在谈完以后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的时候呢 也做了这样类似的小动作 他在那个会谈后的这个声明里面说谈了什么 也是只说谢尔曼跟王毅谈什么什么 根本就没有提谢峰的事情 就是美国的副国务卿 然后跟中国的外交部的政部长 然后兼国务委员对谈 他们好像觉得这样很有面子一样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种外交嘛 大国之间的政治较量嘛 外交五小事 他看起来都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 但是你要细究这个细节来说 这种心态还是有点好笑啊 然后呢 但是中国方面是非常的强硬 不仅是坚决就是说我们派你一个官员 我们事先说好的是派这个官员 那就一定是派这个官员 而且呢 在这个见面之前也还解释了 就是说我们是这个王毅这个外交部部长呢 这个只是礼节性的会谈 那对谈的是谢峰副部长 而且他们在谈话的时候呢 真的是纷纷给底线给红线 这个谢尔曼呢 他就是美国大家都知道 最近在这个什么南海啊 台湾海峡啊 老有行动 然后在这个新疆啊 香港啊等等问题上老是有言论 是吧 就是在敏感的问题上 包括这个新冠病毒溯源的问题上 中国非常介意的这个问题上 他就总是有行动 然后就是弄得中国非常的不爽 但是在来访问中国之前呢 美国倒是真的做出了一些姿态 首先呢 那个美国司法部起诉一名中国的公民 说是窃取了美国的这个 说是军队 是来自中国军队 然后窃取了美国的一些这个什么成果啊什么的 就美国的一些常用的说辞吧 是真是假 我们现在也不确定啊 因为他只是起诉嘛 之前并没有那个 并没有这个宣判啊 结果呢 这个这个起诉是撤销了 就是在这个会谈的前一两天撤销了 然后谢尔曼本人呢 他是一直本来是在和这个欧洲的盟友 他自己本身就是在欧洲领域非常自身的一个外交官 欧洲问题领域 然后他呢 也是一直号召这个欧洲盟友 然后就是一起来对付中国挑战呢 结果呢 他在访问中国之前不是先访问日韩吗 在访问韩国的时候 他就说这个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呢非常复杂 有合作的一面 也有挑战性的一面 也有这个竞争的一面 那比如说呢 这个朝鲜半岛的核问题呢 就是这个 就是很好的这个合作领域 你看美国他做出 近年来做出这个姿态是比较少见的事情 但是中国呢 反倒是 这次是非常的强硬 中国本来一直是在有这种比较高层的会谈之前 是会营造良好的氛围的 但这次是非常的强硬 不仅有我们上次提到的动用 首次动用这个反外国制裁法 制裁了一些对这个香港问题说三道四的这个官员 前官员 还有实体都是美国的 另外呢 就是在会谈之中 这个语气真的是出人意料的强硬 出乎很多专家的意料 这个谢峰呢 他是给出了两份清单 首先呢 他是说我们美中关系 现在这个境地 这个僵局 那首先是你们美国的责任 你们把中国当成假想敌才造成了现在的这个局面 现在呢 我给你们提出两份清单 这个都是这个谢峰在事后采访的时候说的 一个呢 是这个我们 就是我们要求美国纠正的这个错误行为的清单 包括这个干涉香港的事啊 这个干涉台湾的事啊 然后老拿新疆说事啊等等 然后在新疆问题上撒谎啊等等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个案清单 希望美国能够好好处理 那就包括 其中就包括引渡孟晚舟的这个事情 就提的都非常的具体 大家知道就从中国的国民信来说 说话向来是比较含蓄 是会流余地的 然后像这样调分履息一调就是这个 我在关注这个你不能做 这个我明打明的然后实打实的这样说出来 真的是非常的少见 是非常非常强硬的一种姿态 那我们刚刚提到王毅和夏尔曼也有一个会面 也有一个对谈嘛 那王毅就是也是非常的干脆利落 啪啪啪提出三条底线 你不能这样干涉中国的内政 不要对中国说谈道次等等等等 三条底线 然后也是一条一条的列出来 这两份清单三条底线 说真的就是我做记者那么多年 我好像真的没有见过中国对哪个国家 就不管说是对不对美国了 对哪个国家中国好像都没有这么强硬过 就是他说话就是这么干脆利落的 然后就是说你能做什么 你不能做什么这样说出来 但是这样的强硬呢 另一方面也是一件好事吧 就是他很清晰就是把我们的底线给列出来了 就是这些东西是红线 你是不能碰的 如果你不能你如果你碰了 那就是中国外交部所常说的一句话 物为言之不欲言是吧 后面发生什么事我就不知道 那美国他也不傻 他一方面当然要安抚国内的民众情绪 但是另一方面他是不希望跟中国发生冲突的 那他派高阶官员来会面 那他就是其实就是为了留余地 然后留合作的可能 他很多问题也确实需要跟中国合作 应对气候变化呀 谢尔曼所说的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呀 甚至在中东他需要中国做什么呀等等 他都是都是需要这个 都是需要中国有有这个合作的一方面的 所以这个底线在列出来以后 不管美国国务院他发表的声明 他说了这个谢尔曼是怎么维护了美国的利益 怎么维护了美国的原则 然后怎么向北京提出了批评 他这都是给国内的人 或者是给他的盟友的人看的了 就是他心里已经明白了这些底线 他以后的行为只要他还需要中国的合作 他就是会对这个底线 他是会有所尊重和有所考量的 其实这个是好事 而且中国的外交官像这个副部长谢峰 他也是就是在也是提出了余地 就是说这个我们在很多问题上是有合作的 美方提出这些这些合作 我们本来就是在起积极的作用 但是这个也确实是我们合作的领域等等等等 他也是流出了这个余地的 所以我觉得这次会面虽然没有达到什么具体成果 但是总体来说是有益的 而且说到这个具体成果 我们刚刚说到了 他这个会谈很可能是一次 以为元首铺路为目的的这个会谈 那这件事情表面上这次是没有取得什么具体的进展 因为白宫是明确说了说双方官员这次没有谈到这个 就是元首会谈的这个问题 因为本来外界大家是指望或者说是期待吧 在这个今年10月在意大利举行的G20峰会上 美中的元首可以会面 那白宫明确说这次没有谈到 确实是谈的问题也太多了 而且气氛如此的强硬 可能谈到也确实不容易 但没有谈到是没有具体谈到 还是一点没有涉及 还是说我们事后就是可能就是工作人员 或者是更高层的官员 可能就是还会有这方面的对谈 就是已经提出了异象以后 我们再具体安排等等 这个外界目前是不知道的 所以就不管怎么来说 就是就算没有具体谈到 他依然是迈向这个美中元首会谈 这个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 面对面会晤 还是迈向这个结果的这么一个步骤 就是彼此知道了自己的底线 然后也是一件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总之我觉得这次会面 就是它是利益大于弊 一定是利益大于弊的 就是其实我们话说到底 为什么利益大于弊 就是因为美中关系 现在基本上在这个 不爆发战争的范围内 已经是坏无可坏了 就是已经是非常非常低谷的 这么一个状态了 就是加强交流 有所交流 然后亮明底牌 总体来说它是一件好事情 它是一种 可以说是一种管控冲突的行为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中国新任的驻美大使秦刚 在27号赴美上任 成为中国首位 无美国经验的驻美大使 一凡你怎么看待秦刚的上任 对于中美未来关系走向的影响 这个秦刚大使呢 他刚刚来 他是27号从上海出发 然后28号抵达华盛顿 然后呢 就是反正也是透露出来一些信息吧 就是我们具体的问题 现在还谈不到 然后具体的影响还谈不到 其实我们就是话 就又说回来 就是在美中关系 在现在这个状态下 如此低谷的状态下 其实大使能做的事情 其实是有限的 就像崔天凯大使 就是上就是6月回国赴任的 这个崔天凯大使 他他当时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外交官 然后又非常的了解美国 你刚才说秦刚没有美国的经验 那崔天凯有非常丰富的美国的经验 他自己就在美国拿过学位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这么有知识 有经验的外交官 他在这个美中关系 陷入低谷的之后的这几年 他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 包括促进交流啊 包括接受美国主流媒体的采访 然后向美国民众 传达关于中国的真实信息啊 等等真实态度啊 他做了很多 但是对美中关系的改善 有多大的作用呢 就是已经坏到这种程度 在很多领域的交锋 已经到了如此激烈的程度的情况下 就是真正的提升的作用是不大的 不过公布唐娟吧 就是希望未来美中关系 在回升的时候 就是这些 这些这个外交官打下的基础 能够开花结果 但是目前来看 就是对于 把美中关系从低谷中拉出来 就是大使的作用 其实并不是那么太大 那具体的秦刚本人呢 你刚才也说了 他的这个 关于美国的直接经验并不是很丰富 但是其实中国民众呢 对他就是稍微有一点点 就是有一点点人生阅历的中国民众 应该是对他有一点了解 就是他在 就是10年左右 08 07 08那个时候 具体的我不太记得了 但就差不多是那个时候 他是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那外交部发言人嘛 就是路面比较多 然后他当时的风格呢 有人概括是刚猛 他叫秦刚嘛 就有人用他的名字就说 这他的风格是很刚猛的 所以呢 他也是一个很很强硬 比较强硬的人吧 他都比较强硬的人 那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反映了中国对这个中美关系的 这个态度吧 目前对中美关系的这个态度 就是说 以前呢 就是中国韬光养晦了很久 然后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然后近年来呢 就是在特朗普 在最开始贸易战啊 等等的时候 中国呢也是让步居多 然后尽量是不撕破脸 但像现在我们刚刚谈到 县门这是访华 啪啪给你列出这个 中国给美国列出哈 两份清单 然后三条底线等等 一切话都说得很清楚 就是是一种非常强硬的态度 所以派一个态度 相对强硬的这个外交官呢 也是意料之中吧 不过呢 秦刚他是28号 在中国使馆 就刚刚到的时候 他就发表了演讲 就是他就是先用中文发表了演讲 然后说啊 我喝口水 现在我用英文发表演讲 然后又用英文 把这个演讲说了一遍 就是很能力很强的一个人 然后说话也是非常清晰的一个人 但是他同时呢 他表达的态度呢 也是比较积极的 他那篇演讲的这个一个主题 就是说中美交流的这个大门 已经打开了 就不会关上 他其实表达的是一种比较乐观的调子 我们刚刚一直在说中美关系线真的是很差 然后陷入了一个很少见的低谷 但是秦刚就说了 说50年前 就是让我想到哈 50年前这个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 然后去努力去这个 让促进这个中美的建交 然后打造这个中美的外交关系 他是秘密访华 那我今天呢 我是堂堂正正的 我就是直抵美国 我来我来出使 那这个状态就已经好很多 哎 你看这个角度真的就还蛮高无见灵的 就是都说这个现在的状态很差 但是你跟曾经遭遇过的这个困难比比 你就会觉得不算什么 那50年来有高高低低 这个风风雨雨 那现在不也走过来了吗 然后未来是怎么样呢 他是表达了一个比较乐观积极的态度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吧 然后具体的他会采取什么样的 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我们现在都还不确定 也都在观望吧 因为这个尤其是美国派往中国的这个大使 现在不还没有确定吗 现在只有一个代办在中国对吧 然后这个 这个说是尼克尼古拉斯嘛 就是以前的这个国务院 就是政务的这个 主管政务的这个部国务卿哈 就是说就是很可能是他 这个也说了好长好长时间了 从今年4月就一直在说 但是白宫呢 一直都没有给予这个正面回应 所以我们还要看美国 盼望中国的大使又是一个什么风格 但不管怎么说吧 这个两国驻在国的这个大使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但是总体来说 美中关系的这个大事 整个的这个大趋势 还是要还是要观望吧 反正目前就是一个就是觉得整个状态不是太好 第二个呢就是 各自都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抱有希望 抱有这个积极的心态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大家也是要理性看待 就是你要是想 比如说我想这个两三年内 这个美中关系就恢复到以前 恢复到这个四五年前的这个交流的这个状态 紧密的这个状态 那就也不要指摸 也是不可能的 美国总统拜登呢和一组中间派的 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 7月28号表示呢 说他们已经就一项新的美国基础设施支出方案 达成协议 那么现在他们达成协议的这个方案 能帮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一下吗 一般 这个方案呢就是 差不多一万亿美元吧 就是我们非常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是主要呢就是两方的 两方的分歧呢 之前一直在谈分歧就在于 就是民主党是希望是有一个比较大的 就可能要达到三万亿这么一个规模 甚至更大的这么一个基建方案 但是呢共和党方面就是 他们是比较注重这个自由市场的嘛 就觉得政府不能购买的太多 就一直觉得就是规模不能太大 那么最后呢两边互相妥协呢 是达成的是一万亿美元的这么一个计划 它是一个一揽子计划 它里面呢包括呢 有五千五百亿的新拨款 然后呢这笔拨款呢将在未来十年的过程中 每年为美国的经济增加 两百万个就业机会 这个还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新冠疫情 让美国的这个经济就是陷入低谷嘛 然后现在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向复苏 那就业的恢复呢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那这种新拨款每年可以提供这么多的就业机会呢 两百万个就业机会呢当然是有利于美国经济复苏的 然后呢这些就业机会都来自于哪里呢 大家都知道就是之前的这个迈阿密的这个大楼坍塌呀 然后华盛顿一个桥塌了呀等等 美国的这个基础设施也确实到了一个非常严重 不得不去改善的这么一个程度 所以呢这里面许多就业机会就是来自于 要修复美国日益老化的道路和桥梁 然后呢还有呢要增加在农村的这个新 就是扩大宽带网的这个这个接入 这个就是相对比较新的一些东西了 就是所谓的信息高速公路的这个计划 就是这个美国它的广大的农村地区嘛 跟美国的特点有关 农村地区这个地广人稀 也确实这个基础设施去弄是比较难的 但是现在呢就是要扩大他们的宽带介入 那这个呢是对包括提高这个国民的素质 然后加快信息的这个传播 然后然后扶持这个农业呀制造业呀等等 也都是有好处的 还有呢就是要改善这个交通和水利基础设施的这个项目 这个就是这个方案的主要的内容 就是其实都是以前的就是一直在谈的内容吧 但是一直都没有谈成 但是这次如果谈成的话 显然对于改善这个美国非常严重的基础设施问题 是有益的 但然后再下一步 但是两党就是都达成了妥协嘛 但是话又说回来 这也就等于两党都不太满意 那今后对于进一步 那民主党肯定还会希望能谈到更大的方案 那共和党会觉得这个已经是他们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了 那之后的就是新的计划呀等等 也还是会在这个谈判也还会再进一步进行的 美国总统拜登在7月29号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促进美国的疫苗接种 那么其中呢就包括数百万的联邦雇员接种疫苗 或者进行检测并且佩戴口罩 一般拜登呢现在也是打算强力的推进打疫苗了是吗 是的 因为现在就是真的是没有办法 你这个现实就是这样 你这个德尔塔的这个这个德尔塔毒株 这个变异毒株的病例已经占到美国新增病例的这个80%以上了 而且现在有种说法就是如果要再这样进行 因为德尔塔它是重症率也很高 然后传染率也很高 他就大家也不知道看没看最近的中国的新闻 说中国的现在疫情有抬头嘛 对吧那个南京啊张力亚界啊 这个是这个都有抬头 那也传播到了全国 然后就是全国的许多的地方 然后就是整个的这个密接者 密切接触者的这个概念都改变了 他只要在同一个建筑里面 然后怎么和那个发病前四天 然后具体的我不是特别的清楚 不是不能说就是就是不能说的特别准确 但是就是他这个密接的范围是大大的扩大 那没办法因为他的传染性就太强了 而且今天呢美国的这个疾控中心CDC也是说 就是做了一个类比让民众知道的更清楚 就是说这个德尔塔的病株 它的变异毒株的这个传播的效率呢 是类似于水痘 那水痘的传染率是非常的高 比传统的这个新冠病毒的传染性是要强很多 那现在德尔塔病毒那个毒株呢已经赶上了水痘 就是是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预防这个的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打疫苗 你不能永远的不出门 而且你让一个不打疫苗的人 他去不出门 就是你想想这好像也是一个矛盾的关系 他不打疫苗 他可能就是觉得好像这个病毒对他来说 也不是那么让他恐惧 然后你又让他不出门 这个也不太可能 所以呢 现在美国的疫苗接种完全就是两个美国的这么一个形式 有的地方进方接种率很高 那这个抬头这个数据 你去仔细查那个Google的那个实时数据 就真的不是那么太明显 像美国的这个东北部地区 但是你要去查中部 像密西西比州啊 然后密苏里州啊 那些就是接种率非常低的地区 就甚至有的就低到百分之二三十那个程度 他他真的就是这个病例上升的是非常快 然后现在有种说法是如果再这样下去 可能未来不久以后 美国又要恢复每天的新增病例要超过二十万了 那如果再有第三波的这个关闭 这美国的经济刚刚复苏一点啊 就业刚刚好一点点 消费者信心指数刚刚强一点 然后你再关闭 这又怎么办 这这都是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就是拜登他真的是很着急 然后他当然要采取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强制疫苗 强制注射疫苗 但是强制注射疫苗呢 就是你得看是什么人 他现在能采取的方式是考虑的是联邦雇员二选一 而且这也只能是二选一而已 不可能把你按在这个诊室里面 按在诊所里面去给你打针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可以选择 你要想来上班的话 要么你打疫苗 要么你不停的检测 那在这个拜登之后呢 很多大公司科技公司 包括这个苹果呀 Uber呀 然后Netflix 这个网飞呀 然后Google啊 然后Google啊 然后这个推特啊 Facebook啊 他们都有各自的这个政策 有的呢也是 就是如果你要是来上班的话 你就要注射疫苗 然后你还有的规定呢 就是那我们就推迟办公室重开的时间 虽然我们非常希望你们能 就是办公室能重开 但是现在这个疫苗注射率是不可以的 那你除非你注射了疫苗 然后你才可以来等等 这些都是有的 所以呢就是 就是美国的这个强制 它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完全的强制 但是确实有这个趋势 因为问题已经严重了 好的谢谢一凡 那么今天呢也是由于时间的关系 本期节目在这里就接近了尾声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的谢谢伟然 谢谢听众朋友们